想當港姐冠軍?行 不過就要視乎你是否有齊以下的條件 羊毛?有,身材?行 那口才呢? 敢不敢接受無厘頭昇爺大挑戰? 不過在接受挑戰之前 不如先看看今集的港姐口才篇 圈中自認口才好的人 不過連昇爺那關也過得到 自稱得上有急才有口才 就像九二年那一屆最後五強佳麗 面對昇爺的IQ題 嚇得膽戰心驚 有請周星馳,昇爺 我們看到昇爺用著非常瀟灑的部分 在來很有信心 是否有些古靈精怪或無厘頭的問人 你好… 是,是這次也要 好像我們… 我們就採牌跟你騙你,扯開我 昇爺 是 第二回合我們就交給你了 是,當然了 首先我想恭喜五位介麗 因為由五位報名開始 一直到過關斬仗 到現在一樣可以立不倒 的確是有一手的 很厲害,很厲害 還有你 好,現在我們開始問問題了 閒話休題 是 誰要計分負責 我們會的 你們會的 我們不用計分了 我就是負責問就可以了 我們會計,你們不用了 我們會計的 希望五位介麗能夠把握以下的機會 盡量搶答我問的問題 拿高點分數 好,首先第一題 請問讀完香港大學要多久時間 18號,張雪玲,小姐 三年 錯,一秒也不用 香港大學四個字 很快而已 不好意思 你們記住 昇爺來不是跟你玩 不是正正經經的,請記住… 你們不要用常人的腦袋 來猜她的腦袋 我想張雪玲是想著… 香,那就等一年了 好,先計分 好,等一年 三年大學,兩個字 加上一年了 對… 不好意思,幾位 接下來 華盛頓小時候 貪玩用斧頭 斬了他爸爸的那棵櫻桃樹 但他爸爸沒有即時責罰他 為甚麼 為甚麼 用你們的想像力 沒有人敢回答 拚拚吧… 馬上害怕了 拚拚吧 有時候可能有一個很正經的答案 就完成了 你們自己考慮一下 高分那些就死都不回答 低分那些就怕要穿底 大家知道… 答錯了,想要靠分 知道華盛頓是誰嗎 華盛頓是誰 華盛頓是華盛亮 那也華盛亮,又說甚麼 好,我們下一個問題吧,昇爺 好嗎?昇爺 不,我也要開估 我們先開估 因為華盛頓的時間 還拿著一把褲頭在手上 即是被他扔回頭 當然是這樣 但他這麼低了… 我姓明,這些題目 我也是第一次看的 我之前不知道,也不是我量度出來的 有甚麼得罪,不要見怪 第三條 有人在14樓 一手推冷氣機下樓 那部冷氣機內手變了空氣 為甚麼 又不敢這樣嗎 按一下吧 雙倍或是甚麼 一定要… 你們也聽到這個問題吧 需要重複一次嗎 聽到… 聽到,是嗎 聽到也不敢嗎 他們都聽到了 不如把雪靈搏一搏吧 搏一搏吧,好嗎 搏一搏吧,很難得撞 如果你親善大小姐 去到別人要問你這個問題 那你怎麼回答別人呢 是的 時間夠了,開估 好 果然變成了殺人的空氣 就是這樣 因為扔死了兩件,推了出去 吃字吃到這樣 可能類似我以前問430穿梭機 問年輕人的問題 但你會打年輕人的 膚淺… 你不要打他們的頭 對,你不要打 你不要剪掉機器,好嗎 年輕人怎樣跟佳麗 可能膚淺,他們不會打 我問一條深一點 希望呢 好 第四條,1加1等於多少 11號 2… 沒錯 我已經說過了 很厲害… 恭喜… 所以說我們的佳麗果然是 見識廣博,讀過書 沒錯… 我想問問他,1加3等於多少 1加3等於多少 1加3等於多少 其實也是容易而已 對,其實說到現在 昔爺問一些問題 其實全會的分數都是不算數 我們不會加進去的 是玩的,知道嗎 對 讓大家不要那麼害怕 不要那麼緊張 別說了,想鬆弦一下而已 你看看,一說不算數 他就說八六棋好笑 很開心,這樣也沒那麼害怕 好了 師傅,你覺得怎樣 剛才覺得我們的佳麗 他的反應如何 不,站在這裡 當然各方面都很有水準 不過我需要出來… 其實一直的節目太精彩了 我出來負責 讓大家有機會去洗洗間 打電話,出去吃煙 你能否看到很多人回來 因為知道就已 對… 現在就可以去了 因為現在可以休息一會 謝謝… 其實昔爺考起的佳麗 也不止一次 90年,他抹著劉青雲 和佳麗對答 令觀眾提笑皆非 衝上我身後,就嘴我 周星馳喝了三杯 你真是的,真是不幸運 周星馳很害羞,也不要緊 開始問吧 可以開始問 問題是問你 在一次港姐的活動當中 很多佳麗都衝上我身上 就嘴我 現在問你為何當時你不嘴我 不是的,因為場面太混亂了 我看不清楚誰是你 一堆人都堆在你身上 我覺得太混亂了 我本來也想疼你 但因為… 你太多人圍著我 我根本沒機會走過來疼你 你的意思是說他矮,看不到他 是甚麼意思 我沒說過你的話 即是人多,你不好意思 是甚麼意思 也不是的 那我們先等人少吧 等人少甚麼事 人少?要看甚麼環境 現在就行了 現在沒有甚麼人 我先問他,嘴巴站過來 不是的,現在在座那麼多觀眾 而且電視機旁邊那麼多人 會看到,不太好 好,不要緊 我們看看大會如何安排 遲些…不急 原來劉青雲很害羞 你滋味,你不用害怕 很害羞的劉青雲 現在是跟你聊天而已 對 對,我很害羞的 問題是這樣的 早前聽到新聞說 現在的港姐分門分派,分兩派 一派就說自在必得… 我都沒聽過 第二就說… 隨便地打算拿經驗來參觀電視 不知道你屬於哪一派 我想我兩派都有份 你騎場派… 即是第三派 因為我相信18位來參加 沒有一個說不會上得獎的 應該一個都很自在這個獎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 相信大家都最渴望的 就是想得到經驗 所以我認為兩派都有份 即是你是自在必得派 但是又學了那個… 沒有所謂的派那些武功 就是這樣 就是兩樣都有 其實老實說,劉青雲 誰說沒有門沒有派的 因為國家都有甚麼黨 功夫有幾派 當然是對的 答覆了她,還有甚麼意見 我也沒甚麼意見,也挺好 就說她害羞了 看完青雲害羞的考佳禮 不如又看看她的港姐老婆 郭艾明 當年在對答環節上 表現得如何呢 3號,郭艾明,小姐 阿坦,你好 好,郭小姐,我又有個問題 想問問你吧 你知道現在邱太是新聞處長 她是新聞處長來的 她在新聞發播方面 也有很好的管制 其實,如果有些不合適的新聞 你會怎樣對付她呢 如果有不合適的新聞 我們當然要立刻澄清 然後把事實說出來 如果有人說香港的大嶼山是火山 影響到旅遊業都下降 沒有人敢來香港 你猜如果你是新聞處長 你會怎樣澄清呢 你會怎樣做呢 我會以往以來一直… 我們也知道香港是一個小島 是有很多小島組成的 但是一歷以來 都沒有火山爆發的現象出現過 應該大嶼山也不是火山 你會否考慮一下 或者找人來看看香港 其實有沒有火山口 根本我們也知道 香港本來沒有火山口 如果你這樣做 反而給人的感覺就是… 你會有的方式 中懷疑吧 對,菲利比菲利搞得那麼棒 非常受不受課 挺好… 謝謝你,郭安明小姐 謝謝郭安明小姐 謝謝 而當年盧淑儀參選 就公然跟未來老公黑勤打情抹操 有請11號,盧淑儀小姐 方寧,19歲,盧小姐是一位學生 阿蛋,你好 盧小姐,你好 近日香港的治安真的太頑皮 幸好我們有很多男子漢大丈夫 維持治安,對吧 不過有一位CID最近有點麻煩 我請這位CID出來 好 這次死了… 有麻煩了… 盧小姐,你要幫幫她 我剛才在綁匪裡搶到手榴彈 但拆彈專家要40分鐘後才來拆 這40分鐘內,我可以做些甚麼呢 首先我想在這40分鐘內 我第一件事會替你抹汗 那你真的要抹汗才行嗎 不行… 你還要抹汗嗎 接著怎樣 接著我會說一些東西 分散你的注意力 令你沒那麼緊張 只是說話而已? 怎麼說40分鐘 再唱一首歌給你聽,好嗎 再唱一首歌,大家都想聽 唱甚麼歌 誰的歌聲才能聰明 別提人了 好… 來… 好,這個好,這個好,這個好 手榴彈丟掉了 那要唱幾句來聽聽 這晚在街中偶如心中的戀愛 兩個決定不停叫援,跟她貴家 好 不要了,走吧… 謝謝 謝謝你 看完兩位阿太的對答 不如又看看被以為口才出眾的謝玲 當年怎麼應付四哥的問題 身材輕盈是最吸引 被男朋友抱起時也不會太重 雖然大家都是姓借 是的 但只有一條題目,沒得選 好嗎 好 這條題目很有趣,聽清楚了吧 好 愛斯基魔人有一種習俗 就是如果有朋友到訪 就會找自己的老婆陪客人睡一晚 如果你嫁給了一個愛斯基魔人 你會怎樣應付這種習俗呢 我想我在客人來那一晚 我首先灌醉他在桌子上已經睡著了 那如果那個客人的酒量比你好呢 我想我給點耐性 就灌醉他喝酒,玩灌他喝 讓他暈倒為止 灌極都不喝,不醉呢 我想到一個限度很自然會醉 如果到時或者他不醉,你醉了又怎樣 我會或者加些迷藥 迷藥一起醉 不會的,我不會喝的 你不會喝? 我會哄他喝 你會哄他喝? 對 我認為這個不太好 因為這樣你跟習俗傳統好像有點反 因為我始終是中國人 我不是那些人 所以我想我不習慣那些生活 好,以後我們呼籲中國人 不要隔愛斯基魔人 好 疑歷界之中最令人難忘的對答環節 相信是1986年李美山演繹多國謊言 語形天分表露無遺 兩位李小龍的招式 我要加上哭叫聲 李小姐 我知道你有語言天才 就認識十幾個語言 現在接半了 我們不用你說十幾個語言 說幾個語言來聽聽,好嗎 好,我是 我的名字是李美山 自家語言,我也是客家的 我的名字是李美山 我也是韓國人,但我住在這個位置 法國語言 我曾經在紐約大學院 太好了,我問你 我現在很開心 日本語言,日本語言 我… 這應該是西班牙語 是,Bernet Bernet是甚麼話 意大利語 李小姐,我告訴你 這張表演的表演不在台上 還是說廣東話好一點 謝謝 對他環節本來是想考驗佳麗的智慧 但有時也會有些突發事件 好像陳素蘭的表演就嚇倒了詩儀 而繼和鴨講的鬼妹 迪寶拿摩雅 就非常無厘,引得哄堂大笑 想看就留意下一部分 為甚麼? 追上鏡小姐是從哪年開始呢? 大家還記得嗎? 不如就讓迪娜姐姐告訴大家吧 而不是飄飄然地飄出來 其實我早就懷疑無線電視台 今晚要我來宣布 沒有這個最上鏡小姐的榮銜 是有意欺欺負我還是有感而發? 不過無論如何呢? 今年增加了的最上鏡小姐 這個選舉的形式是很值得支持的 因為是由觀眾自己投票選出來的 無論在意義上或是形式方面 都跟觀眾有直接的關係 這位最上鏡小姐 將來可能在電視台工作 或者可能同時被選為香港小姐 那觀眾無論將來見到她 是出外選舉也好 或者是出現迎光幕也好 都是一件賞心樂事 因為是一個自己真正歡喜看到的人 而我就希望今晚獲選的幾位佳麗 能夠多快點時間去了解 香港過去的歷史 以及今天的狀況 因為無線電視台 跟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選美會的用意 都是一樣 希望自己選出來的人 去到別的地方的時候 能夠真正成為一位親善大使 使到另外的地方的人 對香港這個城市多點了解 對香港發生更濃厚的興趣 這樣無形之中 就促進了旅遊的事業 和雙方的貿易 是有在於經濟的繁榮 經濟繁榮 又是社會安定的條件之一 所以今晚我們在這個衣香殯影 多姿多彩美麗的場合之中 不要忘記 還有很多外面的不美麗的場合 今天的香港 有成千上萬失業的人 經濟的衰退 還有待於各方面的努力 所以我很衷心地希望 這位獲選的人 在奪得榮涵的時候 要深入香港社會環境的狀況 深入促進社會繁榮的使命 而使得選美有真正的意義 不要被人諷刺 說是爭言鬥嫌的展覽 或者是追求個人的名利 現在我就宣布今晚獲選的最上鏡小姐的名稱 就是第27號 師徒靈芝小姐 好 師徒靈芝小姐 好 師徒靈芝小姐 好 師徒靈芝小姐 請你進行 同樣是鴉君的影后, 張萬玉 當年在對答環節上 透露自己想向歌壇發展 真是想不到他 如果天賦給你一些特別的才能 但你只能夠唱歌、跳舞、演戲 三種之中選擇一種 那你會選擇哪種呢? 我想會選擇唱歌 選擇唱歌? 是 為甚麼? 因為人的聲音就關定出來 如果你的聲音是不好聽的話 你怎麼唱歌都會唱得不好 但演戲和跳舞方面 你可以由吸收經驗和學習 你不喜歡跟我一起演戲? 喜歡, 如果有機會我一定很喜歡 但一定要選擇一種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不選擇唱歌? 我一樣會選擇唱歌 沒錯, 因為你喜歡好的聲音 是 好, 謝謝你, 張小姐 謝謝, 張小姐 謝謝 至今她也很喜歡 1988年的港姐, 阿棍陳淑蘭 在對答環節上表現非常出色 只不過她突然石屍而中寶羅 就真的嚇壞大家了 陳小姐, 你好 中山, 你好 我也很好奇 六七歲, 很小的年紀 說得勇敢就應該挺勇敢的 甚麼事幹這麼勇敢呢? 說來聽聽 在我六七歲那年 我有隻爛牙 令我不能吃任何糖果 於是我很討厭這隻牙 有一次我鼓起了勇氣 用手和舌頭把它撐掉 勇氣加點餵食 因為她不能吃糖果 令你壞事, 你就撐掉它 是的 但勇氣可嘉 先看看牙齒 看看你是真的有勇氣 還是判斷錯誤 牙齒太小了 那時六七歲 看得不太清楚 不過開始有點黃黃 勇氣的東西 可能是跟隨著年齡增長的 我懷疑你現在都非常神勇 這樣吧 我要求你 立即在現在做一件你認為 很勇敢、很勇敢的事出來 大家看看, 證實一下你的勇氣 慢著 你剛才用了兩隻手指 是的 一個飛吻 是的 你認為這樣很有勇氣嗎 我已經冒了生命的危險 來做這件事了 因為鍾先生這麼風流梯躺 一定會有很多 很多女士說你爭風喝醋的 這樣我可能一會兒 出到這個TVB外面的時候 會有生命的危險 這個我可以向你保證 絕對不會有問題 危險在哪裏呢 就是你勇敢不是疼我 勇敢在你不疼岑見婚 因為他眼火爆了 待會你要跟他解釋一下 多謝陳小姐 多謝鍾先生 獅子山隧道塞車 一塞幾個小時 駕車人士遇到這種情況 當然會很煩躁 你有甚麼方法 可以令他們等得開心一點呢 我想我會在平時獅子山隧道那裏 放溫度計那裏 裝置一部大的電視機 播放翡翠台的精彩節目 那些人在塞車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煩悶了 對呀 特別是現在跟你這段對答 一定要放出來的 是呀 那就是另計錢的 TVB 說時說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問題 好是好 萬一太好看的時候 那些人捨不得開車,怎麼辦呢 我想他們沒甚麼事都不會出門 因為翡翠台有這麼多精彩的節目 是嗎 那他們呢 如果有特別事一定要出門的話 也不讓他們不離開 你說對嗎 嘻嘻嘻… 跳叉叉的意思 不要亂猜 謝謝陳小姐 謝謝陳先生 而另一個亞軍港姐吳遠芳 她在對答環節上 連金牌獅儀何必都敢玩 口才這麼好 難怪一選完港姐 就立刻被安排做新秀獅儀了 她就會一於不管那麼多潛入水底 脫了別人的泳衣來穿 吳小姐,你好 恭喜你獲得最上鏡小姐的榮霞 謝謝你 我知道你在看相方面很有心得,是嗎 心得就不能說,不過有點興趣 有興趣就行了 趁這個機會,麻煩你贈兩句 我不知道說得對不對,試試說而已 隨便吧 額是看少年運的 你少年也要捱一下 你眼睛就有一點桃花 鼻就準頭有肉 而左右難停生得很闊 就是說你事業有基礎 和壯年漸入街景 你人中又長又深 就不止於手信,而且更多人信 你嘴唇的唇線很清楚 就是說你很有口座 最重要是眼有桃花這點 如上士,多謝你贈完 再指點迷信,我們請 87年的港姐阿君,李美鳳 憑著一對電眼加甜美笑容 都沒用開聲 已經碰到評判,有點暈暈 有很多人的注目 Elizabeth,你好 金先生,你好 我看你當選了最上鏡小姐之後 這兩個星期好像少了很多 是不是有點壓力? 少許吧 為什麼? 因為在8月2號那天 我和港姐一起參加過慈善活動 誰知道當我上場的時候 聽到台下很吵,我很害怕 是否害怕你 只有一些擔心 不是吧 不過也不要緊,要潮流輕虛 不要緊 不過害怕 是,然後呢 但第二次我看到一件很開心的事 就是遇上我第一個影迷 她是一個小妹妹 她就過來叫我跟她簽名 和拍照 還簽了七個名字 令我很感動 甚麼都抵抗了,甜到上心頭 你自己分析一下 為甚麼你會得到最上鏡小姐的名銜 你甚麼優點可以得到 我覺得…我笑起來 睜著眼睛也挺有趣 這件事… 你眼睛睛,我們眼睛睛的 還有甚麼優點 其實應該感謝評判 因為我覺得是他們對我的欣賞 還有我的僥幸才可以得到這個獎 一點也不要僥幸,很有實力 大家都會很同意 謝謝 Debra Moore 1981年貴棍,迪寶南昂牙 這個小妹妹答問題的時候 久不答八 不過也成功過關 這條問題問你 如果你有一天早起床 發覺香港已經滯水了 而你一點準備都沒有 穩穩整個屋子只有一瓶水 這瓶水只能夠你做 下面三件的其中一件事 只能夠你洗臉或是擦牙 或是用來淋你最深愛的那盤花 而這盤花一天不淋水就會死 那你怎樣 我想我會選擦牙 我會選擦牙 為甚麼 因為擦牙很重要 如果你不擦牙有口氣 如果你出街 看到人對人的第一句印象不好 就嚇走人家 那盤花死了,你可以救回來 如果你嚇走人家,可以不救回來 那你洗臉怎麼辦 我洗臉,找手抹 有請12號的蔡曉芬 1991年那屆的桂冠蔡曉芬 厚恥伶俐,有創意,Parsie 蔡小姐,在我身邊 就是鄧光榮先生 我們每個都叫你大哥 大哥除了搞電影之外 搞很多生意,食肆、卡拉OK 現在大哥說想搞多一項生意 想說你能否提供給他 我覺得鄧光榮先生 應該搞手提電話 大哥,你搞手提電話了嗎 為甚麼 因為個個稱鄧光榮先生 是大哥 鄧光榮賣大哥的電話 當然最適合 同意嗎?你會否做 謝謝 同意… 不過我不是真正的大哥 不,我覺得只是差一條天線 大哥,如果差一條天線 就是刺到十足 2號 而1994年的李以雄 廣東話雖然不好 但也答得挺好 你好,李小姐 阿蛋,你好 你好,好,來吧 坐牢 我有一個朋友要坐牢 我喜歡坐牢嗎? 喜歡坐牢 好,很慘了,要坐牢 就… 豬欄 甚麼 豬欄 拿來裝豬的地方 他要在那裡顧著豬欄 坐牢就要顧著豬欄 開龍場的 對… 又有豬欄 有很多人幫他顧著豬欄 這樣就可以安心坐牢,對吧 脫衣 有時顧著豬欄要脫衣 顧著豬欄 對,有時會骯髒 不,骯髒是弄髒的衣服 脫衣服也對 雀斑 雀斑,是 一點點 剝了那些衣服,有時會生雀斑 很棒… 在那裡 豬欄… 但他也很高興顧著豬欄 有著 很高興顧著豬欄 青山 青山… 在豬欄可以看到青山 很棒… 打欄… 打欄…吃宵夜… 潮州菜吃宵夜 對,做員工可以去吃… 打欄… 好… 打欄… 坐牢,看著豬欄 還可以去打欄,算厲害 很棒 謝謝,非常精彩 謝謝 袁彩雲現在做主持 就口齒令你了 當年參選 不知道他表現又如何 亦從外國回來,對吧 對 對香港熟不熟嗎 有一點認識 有否去香港的廁所洗頭 經常 小郎,你有一些理喻 你趕蟻之後 接著要張草 千萬不要放蛇,知道嗎 行了…還要把蝦子藏起來 趕蟻是甚麼 張草是甚麼 放蛇是甚麼 蝦子是甚麼 因為趕蟻是趕蟻 他們差不多像蟻子一樣 那張草代表Gel 要Gel,就叫張草 Gel 好,放蛇呢 放蛇就要拿出卷子 小卷子 拿出卷子,有想像力 蝦子呢 蝦子就不要讓它臭 像蝦一樣臭 是嗎 就要多加一支噴霧 挺好想像力 蛇絲曼小姐,方寧 22歲 1997年的蛇絲曼 他現在就是雙鳥時候 以前參加港姐 在對答環節上 表現都非常不錯 兩位,你們好 你好,劉佳玲 剩下一支衣服 謝謝三 好 三 每個人都拿衣服,沒有人要褲子 特首褲 特首褲,好了 特首居住在哪裡 大家已經公佈了 如果你是他的鄰居 你覺得樓下很多人在拍照 偷拍或什麼 你經常覺得特首最好是搬 你用什麼方法去求他搬 我想我會告訴他 如果他住在我附近 會很危險 為甚麼 你家裡有甚麼危險 阻擋兩次回來 因為如果我成為香港小姐 我有很多粉絲,有很多人來 會騷擾他 又可能會令他有麻煩 但你下了船呢 我想不會 說不定有信心? 有信心是好的 真厲害,太好了 Happage回來 還有很多嘉賓講者的妙問妙答 更奇怪的問題 更古靈精怪的答案 想聽一群美女的口才有多好 千萬別錯過了 我會邀請兩位思儀去捉鯊魚 我會想聽你 是真的嗎? 我們把我多好看 都說了 新西街和平 好,那麼… 好,那麼… 我突然買了一個島… 看看你如何發揮 有寶、有島、有蠔、有帽、帽、帽 帽子等等 你突然買了一個島… 買了一個島… 我馬上去那裡找寶 找寶,對了,找寶 有否看到他? 誰知我找到一個寶,原來是耶穌 我看到耶穌,耶穌有甚麼 他有很多鬍鬍 有鬍鬍,還有呢 還有很大的腦子 很大的腦子 還有甚麼… 身上還有很多毛 還有呢 有見到他嗎 然後我見到他的媽媽… 他的老毛 你真是的,厲害… 那麼,那裡有毛 我跟著耶穌跟他媽媽一起跳舞 好… 好… 厲害… 好,謝謝你… 好… 九二年那一節有條非常大吉利事的問題 是要考佳麗的 不過佳麗一言沒有有怕 答得非常巧妙 你好,梁小姐,你好 現在你是非常不幸 因為你得罪了我,即是皇上 現在要判你死罪 有三種死法讓你選擇 一是聽我唱卡拉OK,煩死 第二就是吃東西,飽死 第三就是被人擠死 請問你選擇哪一種呢 我想我選擇讓你唱卡拉OK 門死吧 為甚麼 其實我覺得你唱歌也不太難聽 你又風趣又幽默 那你豈不是不死 那你以為我選擇一樣 但要死 那你笑到我死為止 我笑到你死,我死 那有皇上陪我死,我是很幸運的 那不行… 那我一定要找你吃東西飽死,好嗎 好嗎 你答應過,有我選擇 你選擇你不死,糟了 是你唱我不死,不關我的事 我要唱死你了 是呀 那我通街唱你了,不去卡拉OK唱 隨便你吧 你待會兒要告訴我 我怎樣唱才行 好 問得環節是港姐必經的階段 如果答得好,印象分都很高 就像現在商界發展得不錯的陳廟英 當年不僅不協償 還可以七步成詩吧 那時候我還很小,還沒拿過 拿一張餘長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陳時尚生日 我現在請你在七步成詩聽過 走七步作一首詩 在文城上走七步之內 作出一首詩,不用詩,總之是七句 每句詩都要有一個秀字,好嗎 替我祝壽,好嗎 好,第一步 陳先生,今天你是壽星公 我們替你設一個很大的壽宴 我稍後會送一張 很大、很有意思的祝壽卡給你 那… 你… 送一件 送… 作死東西,給我提示 送一件甚麼衣 在這個壽宴裡,有壽包吃 又有壽肚 你為何走兩步 又有壽肚 壽肚,好 祝你… 長壽 這麼多一步 很厲害 說完她的壽頭 真的不停地提,挺好 也能作出七句 說得好… 好,謝謝 謝謝 而同屆的佳麗,麥嘉琪 雖然還是名學生 不過勇者無懼 無論初賽和總血賽 都答得非常不錯 好 再答一下,宜居外太空的問題 你好,你們好 我問這個問題很容易 這個就是在未來科學世界中 一個是殘酷無比的測方機 你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測方機是怎樣運用的 各位,這個測方機 是警察有沒有說謊的 如果… 譬如說兩夫妻 老公回家,對老婆不住 老婆把老公的頭塞進去 這樣也行 煮熟了 然後看他變粥還是變米 問他,你今晚去了哪裡 如果老公說 沒有,我今晚去了聊生意 跟客人吃飯 如果他是說謊的 就會電到他的臉都黑了 然後焦了 就像力騷的朋友一樣 很殘忍 如果他沒有說謊的 他就會煮糖水給他吃 或者煮粥 非常好 現在你知道封神榜 姜太公封神封了一個衰神 衰神就封給他 不過有正負 我就是負衰神,你是正衰神 封神之後,我想問問你 假如他要跟以下幾位出名的人物 來封神,應該封甚麼神 梅艷芳小姐認為 應該姜太公封他甚麼神 看著你 歌神 歌神,你當作聲音沒到 歌神? 有男女分的 女歌神 歌神,即是女歌神 對 他應該是慈神 不是,現在很準時 好,許貫文是甚麼神 快樂神 快樂神? 對,Michael Hei Michael Hei叫甚麼神 快樂神 應該不是Michael Jackson 如果封他真是一個神 你猜他封他甚麼神 千萬不要說矮神 說真話不怕 賓神 賓神? 為甚麼要賓神 為甚麼要賓神 因為我相信沒有甚麼神子 後面會有一條這麼短的邊 只有理由 為了告訴別人 你是一個很特別的神子 就要叫賓神 因為賓邊就變成賓神 面對著超型男張國榮的提問 連美女林奇恩都幾乎招鑒住 林小姐,我知道你有一些很有趣的習慣 就是每逢聖誕節都喜歡捐血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12月 覺得這個月份很溫暖和浪漫 而且是一個很有意義的 普世歡庭的日子 而且自己還有一種感覺 就是希望做聖誕路人 所以很喜歡在聖誕節捐血 我希望你感恩節那天也捐血 當時就是你有型,我有型 大家都是這麼有型的行走 現在已經退出幕前的唐麗球 當年選美在對答環節上 也算是中規中矩的 心情又很緊張,端午節就快到了 當然是吃種的,叫五月種 就是應節的食品 假如要你把五月種介紹到法國 而為了適應法國人的口味 你會用甚麼材料 做法國五月種的餡料呢? 我想我會用法國鍋牛做餡料 為何你要選法國鍋? 因為每個人想起法國 就會想起法國鍋牛最有名 我想如果把法國鍋牛放在裡面做餡料 他們一定會有興趣吃 想得很周到 我們有場 1991年 拿了最上鏡小姐的范逸敏 雖然面對陳友這個沙塵友 但也搭得很有水準 范小姐,請留意我旁邊的嘉賓 他稍後有些問題是跟他有關係的 陳友,最近你很喜歡運動 最近有甚麼運動 是 看我黑漆漆漆都喜歡游水、潛水 最近… 但你最近很白,沒有游水 不是,最近都黑過來 想多黑一點也不行 因為近期你知道… 即是有鯊魚,所以你不可以味水 沒錯 那我問問你最好了,范逸敏 如果你有甚麼最佳的辦法 能夠把鯊魚趕走 因為現在照片都拍不到,對吧 你認為如何趕走鯊魚的辦法 讓陳友可以繼續他的水上活動 我想我會邀請兩位私姨去捉鯊魚 明年沒人做了,又要叫何守信 我對你們很有信心 因為你有勇敢和智慧 所以才可以在這裡做我們的私姨 誰有勇敢,誰有智慧 你說清楚了 你有勇敢,Philip有… 我只有他的樣子 那你就美貌與智慧了 我嚇死鯊魚 為甚麼 因為我很想Philip你們兩位 了解一下我們港者 對答的時候那種戰戰兢兢的心情 但又不可以不對付我 跟捉鯊魚是一樣的 答得好嗎?陳友 不是,其實鯊魚很溫馴 真的嗎 只要肚子餓才吃人 你這樣的排骨當然不咬你 好,謝謝 做得港者的表演嘉賓 分量也有差不多 好像九一年那一屆 就找來黑勤、Sally 和搞笑組合軟硬搭學友 加上億年又唱又跳 想看這些這麼經典的片段 下部就別走開了 就把整個音樂還給亂打起來 在這裡的待會是 這是我的生意 搭乳吻 機壯 是也是的 自己的運動 是夏軍來的 港姐的表演嘉賓絕對是超級巨星 而風鷗萬千粉絲的軟硬 都曾經參與演出的 一朦五天街裡如我最多 不需要說話 盡考觸迫向心的明白 輕鬆的舞步 在仙宮裡活潛入神話 一喜的同遊神仙家連話 共欣賞過許無的神話 本人喜同行沉落家連話 豐富天界, 雷如我哼再奏 果然厲害 七位仙家那麼高興 女王, 你有甚麼送給他們 他們真是… 我想先叫一些仙家過來 是嗎 各位仙家 是… 是, 參見女王… 我知道歡送會之後 你就會離開我國 所以我非常感激 你對我們十二位公主的貢獻 所以我特設送了一件東西給你們 就是這個非常大的不知甚麼 是…是一個千年盆土 吃了之後就發力無邊 謝謝女王… 高永華… 難得得葡萄這麼多人怎麼分 那你們, 我不理你了 不分給你就可以了… 不分給你就可以了… 兄弟, 你這樣說得失我的兄弟 不是這麼說 豐大哥, 我認為有一點奇異 我們這麼多位仙家 誰武功至高強 一人獨得, 我們比武決定了 好… 同意, 第一, 比武的我覺得… 鐵線公主, 贏硬 是嗎? 林憶蓮 等一下, 我們的後藝大哥 破日神功都還沒出 一出, 你們都不用爭了, 是吧 甚麼 金毛強在這裡, 誰敢跟他爭論 真的, 我們鐵線公主的線 也一樣厲害 你這樣說法只是挑撥離間 不是這麼說 線風點火吧, 別這麼說 別吵 怎麼樣 後藝大哥 是 難道你怕他爭論, 爭論是嗎 爭論是嗎? 我爭論是我的線一掃 你們不知道要去哪裡 就是了 真的嗎? 女流之輩, 你的線不是很厲害 你有沒有試過我的功嗎 你的功? 不如拿出來看看 給各位觀眾 打吧… 後藝, 你竟然這樣 口出狂言, 是吧 放馬過來 好… 去吧… 去吧… 一人小句就好了嗎 打吧… 要打過才爭 那種肚子, 打開兩邊 一人一掃就行了 歸石油腦子, 飲通的人 打一下, 拙兩口就算了 這是一套辦法 但為何要打呢? 不知道, 我剛才說了 打不打 我看吧 那他打吧, 看看他 要打 是嗎… 走… 我已經說了 一定是鐵線公主贏 甚麼叫鐵線公主贏 現在後藝被風吹了 那怎麼辦? 撲出去還不算輸嗎? 如果他說贏, 打贏我就算贏 他呢? 他又打了嗎? 你上打, 我替你打 去吧 你又去嗎? 這樣搞不好 那怎麼辦? 這些都是我們的專長 那就有得去打吧 我們先走, 好嗎 搞大件事, 我們不走不行 走吧… 一、二、三, 走 去吧… Grant 你先殭強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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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眼淚於激 搖滅你智慧 帶你留下鬥真記號 四大仙家, 你們為了一個盆徒 竟然互相殘殺 導臀皇天崩壁裂, 生靈塗炭 該當何罪? 請觀音, 娘娘恕罪 亨蝦義仗, 流魔王, 你們出來 身為仙家, 竟然斗膽挑撥四仙決鬥 罪家一旦 我們知錯了, 觀音娘娘 念在你們這次有悔改之心 我就姑且搖說你們 以後別再犯了, 知道嗎 多賴咪, 緊張將觀音娘娘教悔 未發疏 觀音, 你說話吧 魂竟然說什麼 馬子族 就懂得送風 踏, 閃歧 十根 kop氣 善 takeaway今天, 有勝試 盡辛紛紛 改天燒煙盡慶盡情 盡情很落 同情今宵 心歌歌酒落草 忘了人怨 一杯饮盛热情我 心靠心 手还手 有地有天有情意 你共我 心永远 去密世间美和事 参加港者入土三甲孤然开心 但落选佳丽一样可以发展得很好 代表人物像红姑 肖黄蓉、翁美玲 还有到现在仍然是这么漂亮的赵瓦子 和妙献人等等 想看他们当年参赛时的风采 就要留意下星期一小时版本的 无线大宝藏